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二、一 看见 我们这部剧和别的抗美援朝的戏不一样的就是 我们的视角比较新 就写侦察兵 我们还是讲讲战争当中人的故事 讲战争当中我们支援军战士的故事 用侦察兵的视角来表现 我们支援军的作战意志和作战能力 我们这部剧场就是用精神 面对叶克兰不屈服 一定很乱向前 犯网 同志们 乘回 乘回 厄象 我觉得真实是这种 大战争两台 都是真实朝�HiST墙的战争 啊 好点好战 同一个地方的尾路 就跟草野战争 实际反正是接近的 这财景当中呢 有的时候是没有信号 有时候路都不通 就真的是往山上爬 在一条草野那段 根本就没有灯位 在山上自己人工修建的角度 把灯一架一架的台子上 大夫道这方面要特别下工 有些部分车辆 电台 炮镜 还有些枪械 真的是经历过战争的 真的是从草野战争下来的 这些东西 大到一张地图 小到一张很小变轻尺 我们都经过很多很多的 就是资料查询 做到了精准 所有传统的人都是 人向上这段地图 真正的呈现了一个困难 怎么表现人 细节 情感 怎么在搞嘛 眼内在眼督 不敢不敢不敢 志愿金一般的冲一下 要有刺刀的话 这么丑 我们还特别请了军事部门来进去打坦克 怎么去使用火箭弹 怎么去使用枪剑等等 都进行战术训练 这次时间跨度比较长 四个馆员 而且场面也比较大 这还用试我们这么多人啊 共同努力运气 希望通过拍摄这样一部电视剧 来展现我们志愿区 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伟大功绩 我们不会忘记 他们为国家有做出的贡献 所以他们的后来会感激他的国 侦察英雄是一个有情怀 有固执 有人物 有好看的事情 侦察英雄集合 今天是四月七号的凌晨 后边延续啊后边 原本四月是开春了 没想到今天是 后边来接换一圈 成德之后 最难的 到你喝几家库子 到你身上 身上我 你又外面那奖吗 吧 来 准备 四元上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